Hello 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是我的第一支视频 然后今天这支视频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好用的 My lips but better 的颜色 就是类似乌粉色 还有螺色 就是偏粉的螺色 然后跟自己的唇色相接近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My lips but better 的定义 因为我自己本身唇色比较深 用很多其他人推荐的裸色 我自己用起来就会有一点好像黑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想把我喜欢的唇膏分享给大家 自从裸色开始流行的时候 我就会关注一些博主推荐的颜色 有一些是比较有名的颜色 然后其他是我自己挑出来 可能没有那么火 但是又非常好看的颜色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开始推荐咯 第一支就是我手上这一支 Tom Ford 的 就是叫 Pink Teeth 就是非常漂亮的裸粉色 就是这个颜色 跟我指甲的颜色好像啊 就是有点这种 我指甲颜色好像快不快掉了 但是就是这种颜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给大家涂上嘴 看一看效果 这是我自己唇色本来的颜色 就是周围会偏暗沉一点 这支也是比较偏干 但是跟很多liquid lipstick 就是比较mat的相比 这个颜色会好很多 这个颜色会好很多 就是滋润来说会好很多 我给大家试在手上 这个颜色 第二个就是我最近买的 我非常喜欢它的质地 制品是 Velvet 然后叫 Borgerous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读对 就是妙巴黎中文是怎么翻译的 然后它的 Texture 它的质地是偏水润型的 就是涂上去不会很 巴在你的嘴唇 然后干干的 这个是比较偏丝绒型的 我们来试一下 涂太多了 这涂上去完全不会感觉到干燥还是怎么样 它是非常的水润 然后我很喜欢这一点 然后刚刚这个颜色 我给大家试个手臂试色 这种颜色 就是比刚刚那个颜色再淡一点 像干燥玫瑰的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涂的时候也是非常丝滑的 反正这瓶我也是很推荐 推荐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颜色干燥玫瑰色可以去买 现在到了我最喜欢的Jewair的这个 这个非常好看 就是Vicky Supes 她之前有抹这个 然后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超美 就是我看她照片 然后那个照片我就很喜欢 就去订了这个颜色 价格也不贵 18块左右这瓶 叫Patelle de Rose的这个颜色 哎呀 就是看得出两个还挺挺香的 妙巴黎的 然后比较再偏红一点 这个是比较偏粉 粉调一点 两个都非常好看 这个我给大家上嘴看看啊 这个是我觉得涂上去 就是非常没有存在感 而且她的味道 是那种cookie的味道 就是有点像巧克力饼干 然后你就很想去吃它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 我要说的系列里味道最好的 哎呀妈呀嘴巴都起皮了 我觉得以前买唇膏都会买那种 就是颜色非常就是浅的那种颜色 但是后来我慢慢就发现 其实越深上嘴越好看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种深色的 纯色的人来说 以前我就会买这种很粉嫩的 就是这个试色看起来就很漂亮 就是有点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就是偏更粉一点的调 然后大概是这种颜色 涂出来 但是这个上嘴并不好看 我给大家上嘴一下 这个是Chiate的Velved Color 给大家涂一下 看这个上嘴偏白掉了一点 整个人有点苍白的感觉 比较苍白一点 看了一下我还有八个唇膏要试色 然后感觉嘴唇一定要脱皮了 下一个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 最近购入的颜色 Charlotte Tilbury 这个非常高雅的金管 这个颜色叫Walk of Shame 就是啊 黄红色你懂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嗯 我觉得真的对得起它这个名字吧 就是什么人用都好看 那天我涂在我妈嘴上也特别好看 然后涂在我男朋友嘴上也特别好看 大概是这个颜色 就是跟其他颜色都比起来 比较偏红 红一点 然后又暗一点 一上嘴就气质爆棚好吗 感觉有点 涂有点 涂有点糙 没关系 一涂就是 绿节的感觉有没有 秋冬的颜色 好快要完了加油 我们现在剩下123 4 4个唇膏 然后其中3个是colourpop的 一个是mark jacobs的一个笔 然后还有个是jeffree star的一个 也是唇釉 然后我们就先从我的旧爱开始吧 这一支是我的第一支 左色的唇膏 然后这一支也是比较偏 跟刚刚那个seate 有一点类似的 effect 就是效果有点偏白 然后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偏白的 所以我一般用在这个上面 会叠加一个比如说 ysl的红一点的颜色 然后会好看很多 这个颜色呢就是我以前的至爱 这个叫solo solo这个颜色 出出来是这样的 看来是不是比较偏粉的那种颜色 涂上去几乎干了过后 它会形成一个膜 就是完全不掉色 给你们试试看 涂上去几乎不到10秒钟 它就能干 哦 完全不掉色看到没有 就是哑光 它就真的巴在你嘴唇上 看到这种质地了嘛 这种质地比较显唇纹 如果你是去party啊还是什么 就是如果完全不想让它掉妆 它这个我就觉得比较适合你 好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就继续吧 下一个就是jeffree star的 这个calibris 这个我是看在微博上有人推荐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没有特别喜欢它吧 然后质地 味道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现在看一下上镜好像觉得还挺好看的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现在看一下好像还可以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呢会有点transfer 就是变成这样 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叫偏紫色 会沉重 呃 会稳重一点 我把家里后面的转灯开起来了 因为好暗啊 然后最后两支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lip liner lip liner 先写 其实我觉得女人吧 就是 嗯 买的颜色都差不多 你看我刚试的颜色 我觉得长的都差不多 而我自己看这个试色 我也觉得 呃 就是很像的 然后不同色调的颜色 我就觉得女人吧 其实挺 挺麻烦的 嗯 就是感觉 买的颜色都差不多 嗯 橘色吧 也就是不同 差一点点的那种橘色 其实也不是差很多 我觉得就正常人都是 看不太出来 就是很微妙的区别 我就觉得很神奇 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刚买的 有一个很漂亮的玫瑰花在上面 自己挺喜欢的 这个就是叫MISSES MISSES MISSES 这个颜色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这个颜色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先给大家试个色 嗯 这个明显偏橘调 好 这涂上是挺挺绕滑的 然后挺提气色的 这个 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偏橘调的裸粉色吧 这个是Ultra Satin的 就是Colourpop家最新的 最后一根唇线 算了 搭不开 诶 不想试了 反正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视频就到尾声 我想跟大家说 要理性种草 就是不要往上说好看的颜色 大家就一股脑就去买 因为其实 嗯 你手上这些颜色 其实 你喜欢的都差不多 你就会囤积一大堆唇膏 嗯 所以理性种草 谢谢大家 拜拜 雅光的 雅光的就是 嗯 能够让它很 完全就是 雅光的就是 然后我男朋友就一直说 我这个是中毒色 直男的雅光 真的是 不懂 啊